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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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好是真实的原因 不要去颠倒一些不靠谱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很难经受到这个事情 毕竟是公安嘛 他们是比较有分点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切切实实地做自己的扎实的自己的工作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 很多朋友 因为二十大召开以后 很多朋友就看到彭丽巴巴非常激动 到底中国目前民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对待职任的 对待领导人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是这个样子 我也知道了国之后呢 才听说这个虹乃州的这个消息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的佩服 同时呢 也令我感到震奔 终于我们中华民族呢 还是有这样的种事 当然了 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的 确实是这样 它可以说是 游泳也有毛 这个东西不容易做到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 我首先说我自己都做不到 真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喊了第一嗓 这个是值得 是值得纪念的 是会载入我们中国的历史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一个国家 同时呢 我们也是一个 充满着奴役和压迫的历史的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人出现呢 我们应该感觉说 或者我们应该自豪的说 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 现在民众 老百姓到底是不是一种 忍不可能 还是一种躺平的状态 还是一种躺平的状态 很多人都不会很关心这个问题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我只能跟大家说 情况目前比较苦难 因为中国民众呢 毕竟是 怎么说呢 周围的电视广播 舆论等等的 其实都是不自由的 这个传播之下的一个媒体 所以中国人民呢 就是 因为我在中国大陆 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很难接触到 这个广泛的渠道去 接触外界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人呢 我感觉 就特殊这样的心态都有 有的觉得 目前挺好啊 我还没看到有多个人失业 有人觉得就是 目前生意非常的难做 然后不断的亏钱 也有人觉得 目前的这个分控正确呢 就不得人心 侮辱人的智商 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没什么意义 所以各种各种想法 我都能接触到 但是我想 就是中国经济这个下层的趋势 应该是大家都能够见到的 未来的几年 我想 这个趋势还会进行下去 你世界脱离的这个趋势呢 也会不断的加深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能够得论 只能够论的话 你要做好做工的心愿 关于富士康这个事 很多员工逃离 所以说呢 很多国内的海外朋友认为呢 是中国老百姓 对这种封控的 冷无可冷的 但是呢 也看到了 比如说提供物资啊 就很多很诡异 到底对富士康这个事件 张杰老师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 我不太好回答 因为我来到美国之后 毕竟是刚过了 各种事情比较忙乱 对于新闻事件的这个 关注度呢 不是特别的够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封控政策呀 搞到现在 已经是到了非常极端的情况 全世界各国呢 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 大多数实际上 你看我在美国 满大街的人 都已经没在口罩 也没人去在乎这个事情了 大家都已经进入正常生活状态了 可是我们还是这样的去折腾 折腾老百姓 折腾我们的经济 折腾我们的民生 到最后 肯定是有一部分这个 国内的老百姓 尤其是咱们底层的老百姓 我也算底层 会忍受不了这种封控措施 会产生一些过激的 甚至是反抗的行为 我觉得我们对此 都应该理解和支持 同情 先来说 在二世大上 出现了很多诡异的事 很多朋友也都从视频看到了 并且呢 就是说 国外也非常关注 特别是闭幕式上 有那么一个插曲 国内老百姓 到底知道多少 或者国内老百姓 有哪些议论呢 大姐老师 你提的这个问题 有点问题了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二世大还没有拍护你 我现在不太了解 什么这个角色 不好意思 你大概有 是什么时间出来的 我九月份 九月中旬出来的 九月中旬 对 那个时候二世大还没有照看 但是我看到也有一个朋友说 他已经认出来几年了 但是感觉到在美国 比如说华人也欺负他们了 生活也非常不着陋啊 所以他就说了决定还是回国为好 说在美国看来也不是他想象的 对于这个事 你来到九月份到现在也有几个月了 那么你 没有几个月 也就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对还是很近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自由非常非常的好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讲话 自由的去做什么事情 不用再受什么审查 不用再受什么控制 不用再去讨谁的欢心和笑脸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好 物质上呢 可能目前还很难说富裕 但是这个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我相信未来能够好成 所以我是短时间内的 除非我们的祖国能够恢复到 真正的改革开放的状态 不然的话 我本来想象我能够回去 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目前来说 你是从中国大学过来的 是吧 对 那么大学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因为有些很多朋友 不愿意回去 那就像你说的 还需要一种民族自由的风气 但是我也看到了一点 你这一个清华大学成就运回去的 现在又要回中国 对于这个事 其实我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大学老师 因为我在大学里干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特别的深 就是在大学里是做不了研究的 也很难很好地去搞照片 整个的身心和时间呢 其实都是被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呀 一些杂事啊 一些申报啊 各种奖项各种这个项目啊 所干的 所以实际上弄得我是身心憔悴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嗯 我很不适应那个环境 我很不适应那个环境 所以我就想很想逃离那个环境 虽然你说有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甚至还有退退就以后稳定的贷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真的我是想找一个能够自由的活动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的地方 这个对我来说还是重要的 我向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大学 你觉得啊 中国大学跟民国是包括陈一克先生所说的 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那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没有或者说还有没有这种期限 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的 这个根本就别想了 自由的思想是 对的人格 我的一个同学曾经给我一根嘎嘎 他说 他们的老师不过是学校主管部门的狗而已 我们而且是一群狗 我们必须去争抢着 抢主人伸给我们的那点食物 没有任何东西 这是我不敢 但是中国毕竟经过了四十年感言开放 并且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大学里面 就像我去我读博士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能非常感言的 为什么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间 我确实很难理解 就突然消失了吗 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 我很难说做出一个好的回答 我只能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讲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直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 整个中国官僚统治集团 我们实际上缺乏来自下层的监督约束 实际上民众的自由也好 包括经商的权利 包括拥有房产等等 这些资产的权利 实际上都是邓小平之后的 这历届的统治者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 他现在人家说想收回了 老百姓真的是毫无办法 毫无办法 就从这次疫情风控来看的话 人家是想怎么折腾你 就怎么折腾 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开放 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成也胡言败言 我一直都是在讲 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只不过是有一场新的洋务运动 他的失败或者说他的结束 是可以预见的 而且跟同一次洋务运动的结果 不会有进去 按照你的观点 就是这一百年就像一个轮回一样 从清朝的洋务运动 到邓小平的洋务运动 他就是一个轮回 那么中国人还有一些话 张姐老师说话不可数 他已经说到才是最后一个问题 而现在他又重新来问 不过这个问题我愿意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张姐老师说的轮回的概念 需要稍稍的修正 不是轮回 是退化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 袁世凯称还多多少少有点 对民主的失望的这种情绪在里面的话 我想今天的这种 怎么说 这种形式 其实是少数人 对专制的一种执念和渴望 而民间呢 实际上缺少对民主自由的呼唤 盼望 所以我觉得 当今的中国社会 在道德上的堕落程度呢 我自己的感觉 这个不一定是正确 就是说 他可能还不入一百多年次 那个时候 事物发生到一个极端的阶段 很难会获得向相反方向运动的这种推动力 所以我不觉得没有希望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